我们的这个灵性课堂呢 会有我们的灵性课堂的专任讲师 也是我们的中心的创办人 也是我们中心的法宣老师 同时他也是一位法师 是上法下宣法师 那法师呢在1992年出家 自己已经有28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时间呢 不断的在弘扬佛法师外 本身也深入的太导跟学习了 名字啦数字啦 阳宅的风水布局啦 甚至是健康方面都颇有研究 皇帝内清的一个休息 好所以呢 那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呢 加着呢在康泰这边呢 就比较就通常都会称他为老师 因为呢他不只是宗教的法师 更像是生活生命的导师 不论是从宗教上 信仰上或者从灵性科学上 他都实实在在的给予我们 跟所有我认识我们康泰的朋友 向我们的法宣老师学习的朋友呢 向一盏指引的光明灯 指引我们直接的往对的方向 往深入的方向去探讨生命 去更好的更快的达到一个灵性的提升 甚至是往我们人生的解脱之路去前进 好所以呢 我们的康泰中心以及法宣 法师所创立的那个道场呢 在吉隆坡医保跟香港都有 所以呢 已经一路这二十几年下来呢 也创办了不同的像住年团啊 全马的一个住年龄化专线啊 其实在新加坡其实也有住年团体的 也是延伸至我们这边 法宣师福利文教育的 法宣法师的教育跟教导的 那么呢 在宗教的活动上面的话呢 2004年又开办过 一个万人的妮陀诸年法会 可见我们的法宣法师 在那个宗教佛教的 跟信仰的造语上呢 是非常的一个深入 而且非常的得到一个 推崇跟尊重的 那在这近十年以上的时间 不断的又在 信仪学素质学 阳灾布局 还有灵性成长上的 一个进步跟深入 那师父呢 老师呢 也结起了他这么多年的 不论是宗教上的 还是灵性科学上的 一个心得 就开始了我们现在 这一系列的 康泰灵性讲堂 所以真的希望每一个 希望人生真的不只是 吃喝玩乐 不只是家庭工作 金钱而已的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朋友们 来参与我们的 灵性讲堂系列的课程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生命 而做好一个 我们怎样的一个准备 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 去过我们难得的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生而为人的一个人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